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繼續我們的今天R.I.P 今天我們邀請到這位女嘉賓 我想說不得了 之前就很開心 有機會可以合作過 她還養我一頓飯 不要緊 我會提醒她 歡迎我們今天的女嘉賓 Ali 嗨 是甚麼我欠你一頓飯 我自己真的忘記了 是呀 你欠我一頓飯 是劇情入面 Sorry 過了一段時間 今晚吃不到飯 不要緊 我送我最主要的Kuki給你了 賺你一頓飯 謝謝你 但內容上你也騙了我一頓飯 也是 所以我 是嗎 也對 打和 打和 那OK OK 好了 Mali 隨意跟你說一聲 我前陣子已經在IG收集了一些問題 那些問題全都是觀眾問的 所以一間他們問到甚麼 得罪你的也好 那就不關我的事 先說一聲 我便可以反抬走人 都可以 是嗎 第一個問題是 想問Ali 就是在疫情期間 你怎樣過 在做甚麼 這個疫情期間 已經是一段時間了 這段時間 對我來說做了一些 人生來說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首先推出了一本書 很多人透過一本書更加認識和了解我 而我最開心的是直至到 前幾天在網上有個粉絲見面 有些粉絲反而不是因為戲劇而認識我 她說因為看完我一本散文之後 而喜歡我 然後才看回我的劇 這個是我覺得 我完全猜不到 我以為人們看了我的劇 而認識我才看一本書 但原來不是 這也是一個我猜不到的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 出了一本書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很 人生裏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挺特別的 因為我相信正常觀眾認識你 都是透過劇 但劇那個其實 不是真正的你 可能真的是一個好的途徑 可以真是知道 真正的Ali究竟在想甚麼 或者她有甚麼想法之類 說起書 我就查一查 有觀眾就問 會不會有這個新書的簽名活動 其實一直都想搞簽書會 但現在拖著拖著 到現在都已經是上年的事 好像那個新鮮感 就好像已經過了 那個熱潮 所以現在都未必了 但反而我現在應該是說 簽書會某程度上是轉了形式 現在我每一次去到 譬如一些公開的場合 有些人會真的特意帶一本書來給我簽名 現在變成了流動式的簽書會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挺特別的經驗 還有我每一次看到一些人到現在都會拿本書來給我簽名 我覺得很開心 應該可以解答這個觀眾問題 如果你有本書 那就可以去找Ali 都是會幫你簽名的 可以啊可以啊 OK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這麼正經有點不習慣呢 我拍攝也很正經的 真人也是很正經的 就跟你一樣 但可能我就沒有出到散文集 他們就了解不到我內心的那個世界 你本身自己有寫開的嗎 平時也是有寫開的嗎 還是真的疫情自己突然寫 我沒有寫開的 我又不是讀文科不是成的 但因為到你自己寫自己的故事 和經歷和感受的時候 你就很自然會寫得出來 因為你真的在寫自己的東西 你不是寫別人的東西 我都用文筆是很顯淺的 我不是用什麼很難的 難明的字的 那我純粹是真的表達自己 裡面所想的東西 其實不用 對我來說沒有什麼界限 所以你絕對也可以 你喜歡加粗口也可以 你平時說粗口的話 你就加粗口吧 我都不說的 不說 那你講什麼 我平時會說話 好吧 你寫一些 的呀 是什麼呀 下去說話 這樣就可以了 你寫一些下去就可以了 我想問為什麼 我平時不說粗口 你第一個反應是 那你講什麼 你覺得我是不說粗口 就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說 不是 我想理解一下 那不粗口意外 你平時 因為我很少跟你接觸 那次拍攝你又是很正經 對呀 但今天做Live 我覺得你又很正經 對呀 但因為可能他們聽不懂的劇本 就要我做一些不正經的東西 所以就可能給人的感覺是這樣 可能我嘗試 但我想問一下 如果買我真的出了這本三分集 你會不會支持 絕對會 你打算買多少箱 然後我會找你 我找你簽選盒 你打算買多少箱 你的支持是打算多少箱 對呀 OK 好了好了 因為你我就 一箱有多少箱 全部都在裏面 一片十元 哈哈 即是你要我包起你的書 OK 包起 如果你的題目是包起家蔥 對呀 到時只有你有 所以都很珍貴 我壟斷了 對呀 然後我再幫你轉售出去 然後我就可以賺錢了 那我捉你好 看一個生意圖 我捉你好運 我捉你好運 你捉我運 哈哈哈 你對自己有些信心 OK 那就來了 你後面的按摩椅好像挺舒服的 挺舒服的 你平時 對呀 哈哈 不好意思 你平時我留意了無謂的 我不會我平時就是 是不是有打機 我看到好像有打機的 打機 不是 那個鋼琴是一個 不是用來打機的 那個鋼琴 OK 哇 你彈琴的 是啊 都彈到有聲音 那你又應該展示這一面 是啊 彈到有聲音 但是這次 但我也想說一說 即是我上次跟你拍攝 其實我真的挺害怕的 你很認真 你很專業 即是拍攝 到現在我還記得 是一場我們一起走的時候 接著你還會教 你呢 你呢 你會不知走快一點點 不然我還要把你的肛 因為我怕遮了你 是啊 所以其實我是 對你的印象 是會覺得 可能你都好像 不是說很瘋 很玩得那種 但是 很荒謬 所以你就用一個荒謬的風格來對我 不是 我自己也有點緊張 但剛才發現原來又不是 其實很棒 挺玩得 玩多了 是的 所以見你這樣 我就可以找一些 沒有聲音給你的問題 可能我拿出來問你 哦 哈哈哈 即是尖銳 尖銳一點的 可以落寵一點的 沒錯 沒錯 好 我們下一個問題 就是 今年有什麼目標 下年 其實我本身又不是一個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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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要設定一個目標 給自己一定要做的人來的 那疫情之後更加 因為我發覺很多東西其實都 計算不到 我是本身隨與而安一點的 就是你有東西給我做 我就會只做好那樣東西 就是拍劇 所以我這麼喜歡拍劇 就是你給了我一個角色 我就用自己的方法 在這段時間裡做得最好 就是我是這種人 目標是希望繼續去做一些自己之前沒做過的事 以及在那個範疇裡面會有進步 這個都是我這幾年 一直在處事方面的目標 沒做過的事情 有什麼想法 有啊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沒做過 譬如我之前很想做舞台劇 到現在都還沒做得到 譬如我最近學tennis 學陶瓷 類似這些東西 在戲劇上也繼續有轉眼 因為我這段時間 譬如疫情有空一點 我會抽很多電影來看 這方面的進修 或者是保持自己的眼光 或者是看多一點不同的東西 這方面的目標 我是 明白 所以舞台劇你也會很想像 會啊 因為平時拍電視劇 都是隔著電視 但舞台劇是一種 即時你跟現場觀眾的一個 不能說是互動 但你做的所有事情 觀眾是即時現場感受 你的感染力 你的聲線 各方面你是要 有沒有氣場 是即時跟觀眾的互動 這個是隔著電視 是給不到你和做不到的東西 所以舞台的某程度上 是另一個訓練 而這件事我們一直都很想試 不知道有沒有可能 因為我們之後 其實都真的 我們公司是想過來香港做 是啊 因為我們其實 之前已經來過了 有做一個 叫做魔術音樂劇 這樣 你玩魔術啊 有玩魔術 然後又有些音樂 又有些話劇 那樣的東西 是啊 好玩啊 即使你參與不到 我來看也好 到時你要邀請我 我就在想 可不可以叫你一起參與 如果你可以的話 好啊 其實是我很想玩的 好啊 一直都很想試的 所以我就問 你有沒有什麼限制 不能做的 如果這樣就 但你放心 不是叫你做一些古靈精怪 就想問一下 例如我 你會不會想做一些很文藝 還是很正經的 因為我們那些 就一定是輕鬆搞笑一點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什麼 這個界限給自己 對我來說 我會想試想玩 好 那真的有機會 下有機會 可能我邀請你一齊 幫我們玩一下 我們都是新手 我們下一次的合作 好啊 大家都新手 大家都新手 大家可以一起jam 好 這樣就行了 我立刻 可以加人工 我應該和公司 我們繼續 下一個問題 好 這個觀眾就問你 覺不覺得自己 已經追求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我又沒有說一個明確的 很想做到什麼 或者去到什麼位 但現在有時候我會發覺是 我會幾想做得更加多 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譬如我之前現在做過慈善展 我是因為透過自己的一些能力 或者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而幫一些機構籌到一些錢 而那些錢是真的幫到有需要的人 就是這種人和人之間的緊構 那種互動 就是我會想做多一點這方面的事情 為什麼我會做 喜歡拍劇做演員 是因為我覺得 觀眾透過角色看到我之後 他如果在那一刻透過角色 會拿到一些共鳴 或者在某些對白上 是會令到他一些開心 有些能量 那我覺得這件事對我來說很開心 寫書也是 寫書也是 我透過文字 如果人們看到那些文字 會令到他有些共鳴 或者可以按到一些東西 就是我會想做一些交流 是人和人之間的一些聯繫 那各位這個會不會 就是譬如喜歡和人交流 我想譬如可能 其實現在很多藝術都會開始拍YouTube 其實有沒有想過會開始拍YouTube之類的事情 那就可以跟觀眾有直接的溝通 又去撫下留言之類的 是呀 是呀 有很多人都叫我可以channel 但是 我又衰的 譬如我現在這樣對著CAM 我跟你交流 我都要看著你的樣子 你明白嗎 就是我是習慣 如果你叫我看著那個機 然後去說自己 我又不是很習慣 我習慣了跟人互動 但我不是跟機器互動 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 我要一些時間克服 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說什麼好 如果有一天我決定開一個channel 我真的要請教大家 麻煩你可不可以大家給我一些題目 告訴我我應該要做什麼 應該要說什麼 反而我又在這方面 我不是那麼聰明 但是如果你說這樣互動對話 我OK 但是如果你要我想一些事情去自己做 我真的不是很知道 就是有些陌生 做Live對話來說 明白 不過你不需要擔心 你的觀眾應該到熱情 我想這條片出了 他們應該就會在下面留言 有建議你拍什麼 觀眾可以在下面留言 給一些提議 來看他有什麼可以拍 所以其實都是 還在想 其實有可能 會想做 我要想到這個模式是怎樣 因為始終你開了channel之後 你不是拍一條片 兩條片就算的 你要繼續延續 經營和延續 我可能要學剪片 要想要拍什麼 變成要投放多少時間 我是那些人來的 我一不就不做 我一決定做 我希望會做好他 那你想說起那個慈善展覽 可否透露一下是什麼來的 這個展覽 其實我這次和兩個不同的慈善團體合作 一個就是幫一些基層的小朋友 免費補習的 另一個就是復康會的慈善展覽 兩個就是我做了兩個不同的作品 一個是陶瓷 另一個是寫字畫 那就給他們 希望幫我們籌到一些好的善款 也幫到有需要的人 主要是這樣 那展覽在四月 就會在香港 一個可能用網上認識 另一個會在中環有一個地方 會做一個月的展覽 所以我也期待 去個展覽看自己的作品 還有對我來說 都是今年很想做和很新鮮的一個體會 所以到時你也會去現場 這個展覽會嗎 會呀 會呀 一定會呀 剛剛說了拍YouTube 那接下來會不會 就是知道你本身就拍劇到 劇有沒有想去拍電影 其實 不知道 我作為一個演員 其實如果只要有機會去演出和角色 其實我沒有理由會拒絕 對呀 所以我又有沒拘留於就是電影 電視劇 電影或者舞台電視劇 因為演員很被動的 如果有監修 有導演覺得一個角色 luck 而找我做 其實我都會去嘗試和他 因為對我來說都是 每個角色都是一個挑戰 那有没有说会最想挑战一些演什么角色 如果你说没做过 其实我很多角色都没做过 就是譬如精神病那些都没做过 或者表面是一个很活泼开心开朗的人 其实里面是一个杀人犯 晚上会走出去拿刀斩人 我旁边都戒人大鼻那些 就是那些就是 哈哈哈哈哈哈 嘘 我看你 哈哈哈哈 没有啊 我觉得很好啊 哈哈哈哈 你说会来跟我做舞台剧的 啊舞台剧是真的 其实挺好啊 真的有点恐怖的 通常这么大矛盾的角色对演员来说是开心的 但其实很辛苦的 你要拿自己的面出来 所以演员其实是一个很自弱的一个行业 就是你又要 你觉得 你做的时候觉得很痛苦 但你做完之后你觉得很爽 哎 所以就是这样 还有那些你要准备 可能真的要 不知道自己躲在一两个月 或者几个月 要去揣摩那些 其实应该都 要要时间 揣摩角色 是的 但是很好玩的 OK 下一个问题就是 人生有没有什么遗憾 我的人生 如果你要说 呃 是不是叫目标呢 或者一个宗旨 就是我不想令自己有遗憾 那所以呢 我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 都是尽量去 避免这件事发生 那touch wood 我觉得我暂时是没有什么的 就是我暂时都是 我认为应该要做的 我都会尽力去做 我这个也是很值得学 而且很厉害的 正常人都是会 不想有遗憾的 但是真的 通常就是很多遗憾 所以才令你有那些想法 但是你暂时还没试过 我觉得这有多厉害的 就是和你做很多事情都很认真 是的 那当然啦 但是当然你一定会有些事情 做完之后觉得 哎呦 觉得不够了 或者哎呦 早知应该这样 我觉得一个就是 可能有些人会试过这些遗憾 但是你反过来 你回想 那你从那件事 你会学到很多事情 或者因为你这个小小的 觉得不足 而令到你之后 走那一步走得更远 其实这个已经是遗憾了你的小小不足 对吧 最重要是你会懂得转化它 那你就下一次或者第二天 会做得更加好 也对 不足有未去到遗憾 正常一个演员 一个艺术家也好 正常都 其实你每次作品 因为对自己有要求 其实你每次觉得 其实我可以做好一点 有人说过 当你一天做了一些作品 你全部都觉得我做得很好的时候 那其实你就出了事 就麻烦了 对啊 就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很难得 如果你人生是没有遗憾 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我希望 我希望一直都保持着 好的 好 那我们今天 就全部问题都问完了 再一次多谢我们的Ali 接受你的访问 大家就记得 可以四月份去支持Ali的展览 以及希望未来 有机会可以在舞台剧上 和Ali有机会一起玩一下 就是这样的 是啊 我等你了 我也等你了 再一次多谢Al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家庆 再见 各位观众 拜拜 拜拜 看完片 就记得 给个like share subscribe 你以为我押韵 但是我没有 就这样再见 再见